哈喽大家好,我就是波罗关 其实在我的视频当中呢 是很难遇到盲森这个英雄的 因为我玩螳螂,我通常都是搬盲森 但这一把我搬了猫咪,没有搬盲森 对面看我拿了螳螂之后 直接选出了一个盲森来counter我 没有关系,我们先进入这场 来自于微信区94星王者局的比赛方案录像 这里我不自签了 这一把呢,真正的是算一个高端局了 虽然说我的队友可能不是很高端 但是94星绝对是属于一个 英雄联盟手游天花板的对局了 我们家这个牛逼弄手是抖音张星辰 也挺厉害的 上一把呢,他在对面 我侥幸赢了 这一把他跟我排到一块了 看我是怎么带他赢的 OK,咱们开局进入比赛的方面 这把咱们螳螂对位盲森的话 我们选择红开,石头冠 打石头冠呢,AW洗手往 红麻坡那边拉 注意好自己的转下线 A加惩戒 然后呢,锁定下面那个石头冠 打三下,接着一个W 再打上面那个,打三下 然后就可以潇洒离去了 不管我是蓝开还是红开 我的刷野步骤,大家都可以学一学 都是唐当最快的刷野步 打红buff一边打一边拉 往四条那边拉 然后学习W,有W放W 第二个W呢,留来拉这个四条 OK,这边一个Q 达到1000血的这个左右的血量 可以放W了 800,然后一个A加Q成 然后想然后刷四条 刷完四条的话 再去找那个三郎 也就是我们的一加三口 这里有个小细节要注意啊 如果说我们刷完三郎的话 尽量的能拿上和解 马上去拿上和解 不要去打蓝buff 因为敌方盲森如果是红开往下刷的话 你在一方二十五秒的时候 你没有打上和解 很容易会被他控刷和解的 因为你是红开的嘛 OK,我们刷到三郎了 不用着急,继续往上刷 平,加Q技能 我们这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看小细图 敌方的盲森会在哪里出现 然后一个Q技能 跟一下直接拉走 刷完三郎之后呢 时间来到一方二十五秒 这里呢 为什么没有去拿上和解 因为敌方的盲森还没有漏头 如果说我此时去拿上和解的话 这个盲森很有可能 它是红开三组拿上和解跟我碰到 如果我跟他碰到的话 下场隔响而知 我肯定会被他踹死 所以说我没有敢去拿这个上和解 刷蛤蟆的死神呢 注意看小细图 小细图上视野全黑 我们唯一能收获到的信息 就是敌方打也是红开的 但是我并不知道他拿了哪个和解 我们就打一个探照 然后继续往下面刷 看到了敌方这个位置 看看机器人能不能勾过来 机器人勾过来的话 我们是可以杀的 看看机器人表演 机器人奋力的追击 然后一个Q技能空勾了 OK 这时候注意看小细图 敌方盲森已经5级了 而且呢 他已经在中路漏走了 我们赶紧把这个核心给拿下 把这个核心拿下之后 赶紧撤退 给对方撤退去 不要跟他们 我们螳螂的前期 不要跟盲森正面的起冲突 盲森W接Q技能过来打我 但是我队友都是身边 所以说我这边 但是不小心遇到R闪了 R闪的话 大家火力也支援过来 我们这边大家隐身 两宝路 看一下也是跑不掉了 说实话 我们这一波 双路如果会晚一点的话 提前往我这边靠 他这样交位移上来摸我的话 他是找死的 从这一波我就看出来了 我们家的辅助是练英雄的 我们这一把双路 可能不能再去了 而且敌方的尼拉是国一尼拉 在微信区的应该人知道他 咱们复合出门之后呢 去往直居的海 红区走 因为我们是红开网上刷的嘛 维持自己的野球节奏 而且呢 我们要记住一个点 玩打野一定要知道 几方优势最大的人是谁 我们家下路是 诺手是有限权的 而且呢 此时注意看小地图 敌方盲僧 这个时候在上路 所以说我是不怕被盲僧反蹲的 所以说我看下这个下路鳄鱼能不能抓 如果这一波把这个下路鳄鱼给抓死的话 我们不仅能吃他的塔皮 而且呢 还能入侵敌方盲僧的蓝区 他的蓝血即将刷新了 我们这边打一个探照 可以看到 即使现在没有刷新 等一会也马刷新了 注意看这个鳄鱼的状态 鳄鱼是没有太多状态 而且又被我们家诺手给勾到了 我们家的双路 再次被盲僧抓死 我们这边赶紧升到6级 然后来到这个鳄鱼这个地方 看一下鳄鱼这个血量 他这个鳄血量是有点残了 我们这边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把他造成击杀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寒冰一个大剑 大宝剑没有射到 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的话 看一下这个鳄鱼给不给机会 这个鳄鱼不给机会 没有关系 我们先过去刷他的蛤蟆 看到盲僧还在上面 我们就回去折返 回去刷他的蛤蟆 如果这一波我再不反他也的话 再中了对局 我就不用玩了 因为我亏的太多了 盲僧前期出了那么多节奏 而且又在吃我家队友的塔皮 我再不入侵他的野区的话 我就可以不用玩了 我们就会看到下路 好像又要打起来 再往下路这边赶 看来也没有机会 对面的上单非常的稳 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那我们这边的话 只能刷自己的红须了 只能娓娓索索的 过来刷自己的红须 开局呢是天崩地裂 会玩打野的玩家都明白 我们这一把的螳螂 前期没有任何的节奏 而且呢还是对位自己的天敌盲森 这还只是前期 在中后期的时候 我们几乎被对面鸭子喘不过来气 咱们这边拉视角可以看到 我们家的中路配合辅助 抓了一波敌方的红女 那这边的话很好 我们各一过来 打下这个下路的河蟹 这时候注意看 对面辅助的位置 对面这个辅助的位置 简直在找死 他就在侮辱我们家的机器人啊 机器人这一勾 重用重了 过来之后 把这个辅助直接打死 以后打不了 但是呢 他开了一个反击覆报 没有关系 我跳过去 以后平均直接收下 大人隐身 闪现拉开 承接减一下速 他闪现过来之后 一下给我带走了 一下收集者出发 把我带走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这一波死亡 并没有太多的损失 因为小龙还没有刷新 小龙刷新时间 是要在我们复活之后的 所以说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复活之后 赶紧给队友打一个信号 表示我们要打小龙 我们家上单呢 也是表示 他要过来跟团的 那我们这条小龙是可以拿下的 复活出门之后 对面鳄鱼还在下路带线 中单活女还没有回家 那我们这边提前来到 这个小龙战士也 我们这边的话非常的整齐 但这个时候注意看小龙图 敌方鳄鱼和中单的 活女的视野消失了 而且呢 敌方的毛子还把这个和系给拿了 我们要稍微蹲一下 把这个小龙给拉出来 这时候要直接打了 为什么呢 因为敌方的视野 全部消失 无一无的团战 我们是不可能打得过的 这一波为什么能打小龙 只是就是因为我们正面 只是一股打四 我们这边赶紧把这个小龙给拿下 注意好自己的展上线 Q承的话 大概1300左右 一个Q承直接拿下 然后大家隐身 跑了一下 但是没有跑掉 还是被他一脚踢死 黄色呢 一个反 一个回旋踢 把我们家双C踢回去了 这一波对面打了一个完美团战 唯一一个不完美的 就是小龙被我拿到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锋肯定是拿不了了 因为我们正面五打五 肯定是打过对面的 甚至四打四 三打三 一打二 二打一 都打不过对面 所以说我们拿到小龙的话 这一把就可以 缓解很大压力 对面去拿资源 我们就可以去发育 赶紧跟队友说 叫他们不要过去了 发育吧 那队友一直说什么 不要去先锋了 赶紧这个时候趁机发育 但是注意看我们家的队友 他们还是去往先锋那边走了 这种情况下 全就不需要管队友了 因为他们这种 全是浪费自己的发育时间 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呢 看到没 我们家的辅助又过来送了 然后呢 中单也被带过去了 打野上单 全都过去了 这一波先锋团是不可以接的 对面巴布的跟我们接团的 因为接团的话 我们肯定打不过 一旦我们打不过 对面拿了先锋 甚至可以推掉我们家的高地 对不计 也可以推掉我们的中路两 两座塔 对不对 而且一旦中路两座塔 被推掉之后呢 可想而知 我的野区会不会被这个盲村 给入侵烂了 大家想到了吗 这就是 连锁反应啊 所以说我们玩打野 决策非常重要 甚至有的时候 因为你一波决策 真的是可以改 真的是可以引导比赛的走向的 我们在这边做一个视野 三郎我就不反了 我只反他一个蛤蟆 我不 我这边的话不能过多生路 因为我打不过盲村 如果敌方打野是一个艾克 或者说格温的话 我绝对把他三郎也给吃了 但是我不 我这边不敢过多生路 因为我怕打不过他 我们就看到鳄鱼上来了 看下鳄鱼给不给机会 不给机会没有关系 我们家这边的话 应该是没有视野的 因为鳄鱼刚打完也不团战 他是没有控制的视野 当然你是去AKW减速他 然后我们家的商量刷出五层选拙 他向闪现拉开没有关系 我接一锦跳过去把他秒杀 让他打一个探照 看对面什么情况 再次一个一锦的翻墙跳走 OK时间来了七分钟 前期的资源团完美结束 而且我们前期没有任何一波 决策失误 导致我们的经济这一把也不会太低 我的经济级比盲生 低了一千块钱 大家不要小瞧这一千块钱 这个盲生可是拿了先锋的 他拿了先锋推了我们中了两座塔 而且又吃了我整片蓝区 拿了很多人头 我能低退一千块钱已经是很大的优势了 而且大家众所周知 盲生这个英雄 他打团战非常的垃圾 拖到后期的话 他是不可能打得过我们征服者螳螂的 我越到后期越厉害 他越到后期越垃圾 他这种开局前期只要我一千块钱 我不知道他后期拿什么赢啊 镜头一转发现我们家的中单 又被敌方中单单杀了 但是此时的辅助意识很好 过去直接把敌方的中单也给收拾了 我们这边掩护一下辅助车退 赶紧疯狂的叫队友车退 跳过来刷自己的篮区 这边做一个视野 河道做一个视野 我们这边先把自己篮区给行攻一下 因为盲森开了假眼 他肯定要来野去找我 没有关系 他过来之后呢 没有吃到我的蛤蟆 我们这边先刷三郎 走进大郎 先把大郎打了 然后呢 再清理一下中路兵性 我们家ADC老是不信中线去边路发育 他这样的话 中线我们就帮他吃了 看到没 中线又到高地那边了 中线带过来的话 据说明我们中路没有视野 这种对局是家里很大的 说句难听点的 上路通关下路通关 都不及中路被通关了 大家明白吗 这边我们打一个探照 小鱼人呢 再带下路线 我们这边的话 把中路兵兵线给处理一下 现在的话 有什么钱就吃什么钱 不用给队友留了 我现在的话 我说句难听点的 这把唯一的翻盘希望就在于我 这几个人除了落手 他们说什么话 我都不会理的 他们做什么决策 我都不会关心 我这把只会按照自己的节奏走 只有这样 大家才会明白 什么叫真正的野隔 只有这样 大家才能 真正领导比赛的走向 注意看 时间来了9分钟 大家都知道10分钟 小龙只要刷新 那第二条小龙 我们该不该接团呢 等会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边中路团在一触即发 对面呢 上来直接卖了 我们看中路这波怎么说 找准机会 跳过去 AQW 打一套 直接把对方的ADC给秒了 然后呢 再盯着敌方的中南火里 我们这边赶紧拉开 这盲生直接一个R闪 预判我们的落点 没有关系 他追过来 我们WGQ就能把他反杀 然后呢 那么这场游戏你就结束了 OK还没结束 我装逼的话都不还没说完呢 鳄鱼就过来找我了 我们这边WGQ接成G 把这个核心拿下 然后呢 继续往他的野区跑 赶紧的找个地方回城 看他有没有追我 他没有追我的话 我们就回城 如果说他追我这一波 我们该往哪里走到 我们明白吗 如果说他这一步追 追我们的话 我们直接从这个中路阿塔 绕到敌方的南区 明白吗 这样跑 不能往地化高地跑的 我们这边 时间来到9分钟 第二条小龙江刷新 我是提前想占位子 来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打第二条小龙 注意看我这波决策 这一波决策真正的决定了 你是一个高手打野 还是一个猜忌打野 我这边呢 看到队友 看到对面不给我们 机器人勾人的机会 我们马上跟队友说撤退 这条小龙不要了 赶紧去发育 疯狂的给队友打信号 叫队友拆中路 然后呢 叫弄手去拆下路 队友的话中路可能拆不掉 那我们看一下下路的战略点 能不能拿下 也就是战略点 也就是这个防御塔 在我们极度劣势的时候呢 这个英雄联盟手游 他会给你一个 这种像战略点 你能把这个战略点 拿了有一个额外的赏金的 所以说我们先过来 把这个外塔给拿了 敌方现在所有人视野消失 我们呢 赶紧拿了他外塔之后 赶紧回撤 基本的话 看一下还能不能带一波线 因为敌方四个人都在上路 看到鳄鱼之后呢 只能回撤了 打一个探照 往前面跳 然后回家守家 他的蓝buff还在 但是这一波不能反 一位鳄鱼是可以单杀我的 这一波放小龙 拿外塔可以说是非常完美 非常冷静 因为我作为打 也可以想象到 一旦我跟我的队友 跟我去接了一第二波龙团 我们的下场很简单 被对方团灭 然后拿掉高地 下一波的话 对面直接大龙压制我们的视野 跟我们大龙逼团 大龙一丢 我们水晶就没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 不是说不能打团 只是说还没到时候 一旦到了时候 我会带领我的队友 把对面打得溃不省军 我们这边在大龙上心之前呢 再在上路带一波兵线 AW把兵线给带完之后 赶紧回城 原来地方过来抓我了 就先把这个假影给拆一下 然后再刷下自己的蓝buff 不然想打蓝buff的 突然看到敌方的盲上 在下路露头了 那我们这边的话 先去把那个上路和谐给拿了 现在的话能拿一种 能拿一个功力资源 就拿一个功力资源 把和谐拿了 再回来打自己的蓝buff 然后呢 回城做黑切 去守那个大龙 其实守大龙很简单 大家仔细看 我跟队友去说了什么样的话 怎么样去指挥队友的 我叫我们在灯笼水 去上路 双路站中 小鱼人去下路 我们的话 这样的话去守大龙 往大龙坑里面 不断地去做视野 然后等待对面 给我们机会就行了 什么叫对面给我们机会 就对面 在我在的情况下 去开大龙了 我们这边看到机器人 已经在这边就位了 我说 咱们这边稍微 往机器人这边靠一下 大家看到机器人 没有勾到 他也没有出勾 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来到这边 看一下小鱼人怎么说 小鱼人的话 疯狂跟小鱼人打车队性号 小鱼人呢 还是被抓了 一个异技能原地跳 自己死了之后呢 机器人一发神高 勾到安妮 但是没有跟上伤害 然后呢 敌方尼拉闪前开短 配上呢 露露开了一波完美团战 这一波的话 我们五人全部阵亡 后来还有鳄鱼 直接反跑 把鳄鱼给嗅了 W拉扯一下 然后呢 跳到这边 看怎么说 镜头一转 看到落手呢 大发神威 刷了个血漏 一个人打三个 但是呢 他赶紧打不过 我们就赶紧回家 守一下自己家的高地 大能肯定是没了 很多人看我的视频 说局势波罗关 他的视频真的让我 看到了什么叫 打野意识大于操作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观众说 我操作很丑陋 甚至有几位小伙伴问我 在这么高兴对局 凭什么你这么丑陋的操作 都可以赢啊 真的意识好夸张 我真的想笑啊 现在黑我 都黑得这么高级了吗 我螳螂是有操作的 很可怕的 OK咱们言归正传 先不吹牛 其实打野这个位置 确实是意识大于操作 你可以没有操作 只要有熟练度就行了 你可以不锈 但是你决策和意识必须要好 你要明白 场上什么样的时间 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哪一波团该接 哪一波团不该接 而且就恰恰这么简单的东西 很多打野他都不会 注意看我们这波 帮小鱼人抓单 看下上面有几个人 但是我们本来想抓这个鳄鱼 突然看到盲森也支援过来了 开机扫描 盲子好像知道我的位置 我们就跟这边赶紧撤退 敌方的尼拉怎么说 被我们家的爱惜 一个大宝剑射到 大家的进化解开 我们这边他只能把这个中单给卖了 又看到 火女直接一紧的跳开 他这边留我的话也没有关系 我的 我的血量很高 他也秒不掉我 这时候呢 我们家队队友有一个掉点了 我们赶紧叫我们家的上单 回来手下 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个很 很差劲的消息 就是我们可能要掉两楼高地的 那也没有办法 只要不掉水晶就行了 我们在旁边只能W消耗 一大强杀 只能看不然能不能守一下 中路高地 边路高地能不能守一下 中路高地 可能是没能够带W消耗一下 看到他漏点了 我们没看过去打他一套 把他对决方逼出来 然后呢 立发神勾又勾到了 这个W再消耗一下 上去打了他一套之后呢 发现我们家的上路高地 应该不会掉 我们先把这个中路兵线给处理一下 处理完中路兵线 再往自己的红续杆 第三六角龙肯定是要不了的 因为我们现在 他们现在还有大轮buff呢 我们怎么可能跟他们打盘 我当然已经躲下他的Q点 然后给队友发一个车队信号 队友发一个进攻信号 我们应该打不了 消耗他一下队友一个金身 看怎么说 队友的话好像没有留住他 留住他了 但是我们第二条小龙 第三条小龙可能也很难接 为什么很难接呢 有两点原因 第一点 我们家的兵线压力非常的大 第二点 我们打也没有任何的状态了 我们只能让队友过去 我利用这个野怪回一点状态 看到我们家机器人过去之后呢 被对面给蹲死了 然后地方的尼拉很牛逼 上来又有个大车 闪现一下开团了 把我们家的ADC再给收下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更不用去了 把这个核心给收心 收一下 然后再去他的蓝区 把他蓝区给清空一下 发育一下自己的经济 其实大家通过视频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把的话 翻盘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甚至来说 甚至说就不客气了 这一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环境是很窒息的 那这一把我们是怎么赢的呢 真的是一波决筹 让我们的直播间满屏 扣满了666啊 那我们是怎么做到这种 神乎奇迹的事情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此时打开经济面板 可以看到15分钟 我个人的经济是14000 敌方的打也很会玩 有15000的经济 比我还高1000块钱 没有1000也有800 咱们这边出没之后 突然看到鳄鱼在上楼带线 然后呢 我这个时候是可以打得过鳄鱼的 因为我已经把纵箱穿给做出来了 这边直接逼人跳下去 大人隐身 AQ打不了 他索我没有关系 他开启大招 他也跑不掉了 AQ直接加一个省钱 瞬间秒掉 直接单杀 而且呢 我的血量都不带掉的 这就是征服者鳄鱼的 而不是 征服者图囊的恐怖啊 所以那么关键点来了 睁大大家的双眼 这一波机会来了 我们机会的话 是一个正面是一个五打 五打四的情况下 以人多打人少 但是我们家的中单又再次跳点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家所有人都支援过来了 注意看我这一波 马上开启了自己的麦克风去指挥了 叫队友呢 疯狂的跟着我 把中东兵线给出了一下 要赶紧利用敌方鳄鱼的掉点 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家的 adc又被地方的盲僧给蹲到了 当然也先先躲一下 盲僧开启大招 adc开启大招 我们就别拉扯一下 把盲僧先给技嘉跳过去 把盲僧插了之后呢 看到地方的尼拉 你拉过来之后一个aq 直接把尼拉给秒了 然后大家跳过去 打不着拉扯一下 这波看下怎么说 先拿这个大龙吧 这一波盲僧踢得非常好 但是他们家人数不足 被我们一直打了一个五打四 五打四的话 我们是可以打得过的 虽然说打得很吃力 但是五打四肯定是打得过的 毕竟我们家还有一个我呢 我的经济现在可是全场第一啊 注意看我们家辅助的位置 他勾到敌方的活女了 我们先把这个活女给操成击杀 然后呢敌方鳄鱼过来了 我们先把这个大龙给拿下 然后呢看下能不能留下敌方的鳄鱼 先锁定露露 露露给我变扬没有关系 又给我晕到了 那我们这边看下露露能不能击杀 杀不掉的话没有 先把鳄鱼打残 我们这边都残起了 那没有办法呢 只能先回家了 先回家 双弯四鸟回家做一个惊声 然后呢看到中路对面还在打疯狂的 开启自己的麦克风 叫我们家上单回程 叫他们俩不要在那边回程 但他们俩在那边回了就回了 我们这边回家做一个椰子封刃 然后呢我们家上单 注意看 我们家上单这时候又要去下路带线 这波下路线是不可以带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要打的地方传不过来气 永远要跟那边打一波五打四的团战 我们五打五是打不过对面的 即使是现在 我们五打五也打不过对面的 注意看我这边疯狂的在指挥 我的指挥干嘛呢 我叫我们家的辅助往前走 下路那波兵线即使到了我们的二塔 我们也不需要去管 因为这一波就是最后的团战了 我们不需要去管下路的兵线了 注意看我叫我的辅助去上面这个位置 我一直在开几次的麦克风 叫队友来到这个位置 但队友没有人跟过来 看到没 我们在这边蹲 灯会有个谁过来了 注意看等会谁来了 尼拉过来了 我们这边的话 但是尼拉做了一个视野 我的伤害差了一点 如果队友都在这边的话 这个尼拉是必死的 我这个位置找得非常好 对方国女 坚持不住自己的压力 然后呢闪现开团 我们这边先不用着急 后面来人了 我们这边先把这个盲僧给单杀一下 看到这个盲僧了 怎么说 跳过来之后先把这个盲僧给单杀 盲僧的话 开启自己的金身 我们这一步看怎么说 盲僧闪先拉开 但我们队友上去闪现 更了一点伤害 把盲僧上去即杀 我们这边的话 这边又是一个五打三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家的中单又上去送了 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W消耗一下 先把这个ADC给叫 ADC给击杀 这一波团战全程 从头到尾 都是我一直在指挥 这个时候呢 敌方的基地已经在冒烟了 我这个时候再问大家 有没有机会能开到对面 OK的话 我们家的上单诺手 大展神威 直接退退忘记 一技能把它拉出来 那我这边的话 刷新一技能 直接收割残局 那OK 游戏结束 国父帝我堂囊 名副其实吗 OK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 差不多结束了 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多在简单评的展发 我是居住默罗关 我们下次再见 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 单排至尊王者 峡谷传说 你也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